来到医院看病还能够欣赏艺术画作 布东医院南岛艺术郎举行了围棋两个月的水墨画展 画者表示自己曾经动过一场大手术 在复原期间由先生推着他在院内观看书画展览 顿时也忘了身上的病痛 也因此他就期盼能够透过这一次的展出 让前往布东医院就医的病患或者是陪病家属 都能够借由展出的画作作品放松舒缓心情 布东医院南岛艺术举行为期两个月的水墨画展 由大展由画协会理事长进行策展 而画者陈碧峰老师学习水墨画已有30年的经历 作品豁达笔意潇洒手绑自如 跟从恩师张志坤30几年来的就是用古法用笔 古法用笔我们重视笔的一些表现 笔触的表现笔要苍尽有力 浑厚然后又回来回到一个无尾的状态 墨的表现要展展现出墨的韵味 墨的飘逸浪漫 所以我们要要把这两个笔触墨味都表现出来 曾经动过一场大手术的陈碧峰老师 在复原期间游先生推着他在院内观看书画展览 顿时忘了身上的病痛 也让他觉得画作能够舒缓自身紧张且焦虑的心情 我本身也喜欢在医疗机构里面展画 因为在医疗机构我们所进来的一些民众 可能在身心上面会有一些不愉快不怎么样 就要来看医生 我希望把这些美的事物 就是让我们的民众看到 然后让他们产生有这些美的一些心灵上的一些昇华 医院内的氛围难免给了一种病人印象 透过精心策展的水墨画作 画这表示期盼能透过这一次的展出 让前往不同医院就医的病患或是陪同家属 能借由展出的书画作品放松舒缓心情 建盘罪台东市报导